哈囉 今天的影片主題呢是 這一次的搬家主題影片第一集 這個主題呢我是想說想要 大家陪我一起搬家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那我現在在就是現在住的地方 然後因為有稍微把一些東西撤下來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家裡還蠻亂的這樣 我們非常臨時的找到一間還蠻滿意 然後房東相處起來也很舒服的一個新房子 然後比現在舊的房子大了大概快要兩倍大 就是現在原本住的地方大概室內15坪左右 然後因為我隨著東西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在這邊也住了三年了 跨三年了 所以東西越來越多喔 然後就有點沒地方放 連我們自己的房東來看都說 你們也把家裡塞的太滿了吧 所以我們就一直有在找想要就是換新的地方住 因為我很龜毛每次小蜜找的我都會打槍 他就說這個不喜歡那個不喜歡 所以挑了很久很久到現在才找到一個喜歡的房子 然後也時間超級尷尬 因為我們找到房子的過兩個禮拜就要過年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緊繃 然後因為過年前很多家具行訂做什麼之類 其實他們都已經不收年前的單了 可能都要年後 所以就讓我覺得非常的頭大 其實從搬家簽約到現在已經過了第三天 簽約前我都一直覺得有點不太踏實 所以就還沒有開始認真找家具的東西 然後一簽約之後就覺得天哪 那真的要來認真找了 所以就每天都很認真的一直在搜尋那些家具什麼的 然後先給你們看一下現在舊家的樣子 沒錯就非常的亂 Kumi你在哪裡 Kumi在這裡 Kumi 他想說為什麼大家都在搜東西 然後家裡好亂 你們看一下現在 家裡這樣到處都是零亂的 臥室的地方看起來就是非常非常的爆炸亂 現在這樣家裡很亂其實讓我覺得有一點 覺得心情很緊繃 就因為一直很想要打掃 但是又覺得說我打掃也沒有用 因為馬上又會弄髒弄亂 其實我們陸續交屋之後 有丟一點點東西 就是用人肉的方式 就是搬運一點點東西過去 就很像螞蟻在搬東西 等一下就是趁著小蜜上班之前的空檔 他可以再幫我載一小批東西過去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 其實新家就家兩個地方 蠻近的 大概是一個入口的距離 所以就不太 不太需要到請搬家公司 然後就想說自己搬 我就帶你們看一下就是 我們搬家的一些細節 所以是一個比較生活化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就陪我一起來搬家吧 等一下要去挑沙發 預計是去宜家家具那邊挑 因為原本其實我是有想說 直接在網路上面找 然後找喜歡的行定做就好 但是 因為前幾天剛好小蜜有空 我們就去B&Q的那個門市 逛了一下 然後就覺得說沙發做起來 感覺都不一樣 然後有做到那種就是型還不錯 但是做起來邊框感很明顯 硬硬的這樣 然後所以小蜜就有一點 覺得網路上面找訂做有點太冒險 所以我們就決定 趁她今天早上沒事情 我們就去一趟IKEA逛逛 我自己其實心裡面 已經有點心有所屬哪一款了 可是小蜜好像覺得說 就是有一點點意見這樣 所以我們想說直接等等 就是去實體店面逛比較快 因為我們很倉促在年前決定要搬家嘛 所以很多家具什麼之類的 要訂做的話都有一點點感 沙發就想說如果急著要的話 直接去看看一些現貨好了 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滿意的 那就等等一起去逛一家家具吧 你喜歡什麼顏色的沙發 我覺得要輕一點比較好 因為我們家有點暗對不對 亮色系 覺得灰色系的都很好看 要來挑沙發 在網路上看到這組覺得不錯喔 做起來感覺怎麼樣 小蜜覺得這款好看 我覺得有點像豆腐的 也有這種超平價才9900的 做起來怎樣 很廉價嗎 有點硬 來做做看9900了 就是我覺得好像比較沒有那種 陷下去的很舒服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不會到硬欸 不會做到那種什麼邊空的感覺 沙發的話我覺得 可能現場做一下 比較可以感受到它的那個 柔軟度跟那個 做起來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就是 如果直接完全都在網路上訂的話 你不知道它做起來的感覺 剛剛發現這個蠻不錯的耶 就是它是加購的配件 然後可以這樣靠著 最後決定買這組 L型的 是我喜歡的 可以選顏色 我有布料在這裡可以直接挑 而且不同顏色價格還有一點不太一樣 最後決定的是 灰色 拿到單子了 今天比較趕 所以我們就先挑了沙發 其他一些小東西啊 我自己是想說 因為反正還要再找衣櫃什麼的 所以我想說就是 等之後東西都搬進去 稍微整理一下之後 再決定自己缺了什麼 不然你現在太激動的買的話 就是會怕買太多 然後或是買到不適合的尺寸 建議大家挑家具的時候 就是先從大買到小 就是先把大的處理完 然後東西放 就是原本自己的家當都 進去房子裡之後 再決定就是你要買哪些小櫃子啊 或者是其他的小家具 繳成塊的男子 他已經漸漸離我而去了 OK 現在進來新家了 然後前幾天有人肉搬一些東西過來 所以地上看起來有一點點亂 就是雜物 這是我們家的玄關 這裡跟前一個家的人很明顯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前一個家有很明顯的玄關處 那這裡的話就沒有 他就是這個大門進來 你看地上就這樣 然後旁邊有個鞋櫃 然後展示櫃 接著就是連結著客廳了 客廳的部分是整個 就是整個都透的 就是他們有隔間 所以後面就是廚房 然後廚房的旁邊這邊 暗暗的這邊是有一個客用廁所 然後我們往前走有一個主臥室 主臥室的部分 在我後面這樣 這光好可怕喔 主臥室旁邊就有一個那個廁所 然後這個是流理台 然後後面那個是浴室 淋浴的部分跟浴缸的部分 我終於可以泡澡了 主臥的部分是像這樣 也是空的沒有家具 然後有一台電視 然後還有一個像 比較泛街式的衣櫥 那我覺得這個衣櫥很明顯 就是一定不夠我放 所以我還會再找一份收納我的衣服們 然後房間連接過來這邊就是有一個流理台 然後蠻寬的 就是可以看到桌面很長 可以放保養品 放化妝品 然後後面這一邊是 有一個廁所 小暗門 有一個小拉門進的是廁所 然後它面對的地方就是陽台啦 陽台的部分我覺得就比之前小的一些 然後就是曬衣的地方跟 西西剛買的 接著走出來 有一個拉門也是可以隔絕的 然後是另一個房間 非常之對我們 就是完全沒閨尾的雜物 哇超多的 這間就是直接面對那個陽台這樣 然後有窗 這間可以再好好的整理一下 這樣然後那個門走過來 就連接到剛剛一開始的客廳啦 因為舊家就是大概只有15坪 那新家的部分呢 實際的坪數有到28坪 所以不管怎麼樣 它的大小空間還是比之前的大 那住起來我覺得一定還是會相對舒適 那舊家的部分就是有蠻明顯的走廊 所以走廊我覺得就會有一點點壓迫感 你會覺得 如果家裡就裝滿東西的話 你就會覺得更有一種 就是好像家裡很小很擠 現在住的地方雖然平數比較大 但我覺得它在空間的運用上面 是比較浮誇不實際的 所以就是像你們剛剛看到的就是格局上面 就是比較像飯店式 但是它可能就沒有很實用的三房兩廳 但是它的平數可能是可以做到三房的 反正我們就只是先租嘛 然後就想說住住看 之後就是會在這個地方生活啦 陸陸續續會有家具進來 那到時候我會再一集一集的跟大家分享 記錄就是最近的進度 你們還有什麼想問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就是留言給我 然後可以跟我一起搬家 所以這一系列的單元應該會持續個四五幾以上吧 就是基本上就是都會像這樣先聊 因為我覺得這樣就是比較好像比較親切一點 然後我也可以比較快的更新 我自己個人覺得這一間給我的第一印象 比較缺點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有一點暗 然後格局有點 就是可能沒有運用的那麼實用 這間房子第一印象的優點 就是它非常的舒適舒服 真的很像住飯店的感覺 然後空間也大很多 整體也沒有太多的隔間 不會讓你覺得有廊道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種空曠的感覺 但當然有些人會在實際面上面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坪數就是其實應該這樣很浪費啊 因為應該可以做三房兩廳或者是四房這樣 可是因為我會覺得說就是 其實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太多隔間的感覺 我寧願就是比如說書房跟客廳是連結的 然後或者是三房改兩房 我覺得這樣會相對住起來舒適很多 畢竟我覺得住起來舒適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之後可能會在客廳這裡拍片 所以這應該會是之後你們常看到的背景 正在搭新家的電梯 然後我又回到舊家了 剛剛去新家放了一些東西 然後現在回來就是要繼續工作 我真的快把自己逼死了 因為除了搬家之外 就是很多細項那些東西要處理嘛 然後我自己還有工作就是要監騙 覺得好崩潰喔 然後我等一下還要拍片 真的不要臨時決定搬家 好煩 以上應該就是這次第一集的內容 如果你們對新的房子有什麼好奇的話 可以問我 有關房租啊地點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就是這個是比較私密的領域 所以我就不太想要就是回答 如果你知道我的新家在哪裡的話 也請不要直接把名稱啊 然後就是直接打在下方的留言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冒犯的 房子我是在591上面找的 其實你們在591上面都可以 找到很多租屋資訊 像我自己前後也都是在591上面找 也不是什麼透過特別朋友的管道 還是什麼就是找到的房子 所以591上面就有很多資訊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非常談畫性的風格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樣比較隨性的紀錄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把它放在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